江蘇昆山傳出為整治吳松江污染 要求兩百七十家企業停產十七天 其中近一半是臺資企業 包括富士康 日月光統一巨大 都在名單上 消息一出 相關廠商臺股股價應聲重挫 市值蒸發近三百億元 大陸國臺辦證實 確有歧視 儘管停工令 暫緩 但事實上大陸嚴抓環保已勢不可擋 臺商今後只能挫來蛋 而總統蔡英文任內第一本國防報告書 提及中共對臺戰力威脅 仍是國軍最大安全挑戰 大陸回應只有放棄臺獨 才能真正維護臺海和平穩定 幾天前 大陸國臺辦聯絡局長劉軍川 才發文強調 兩岸統一時間節點 是二零三五年大陸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後 若敢發動臺獨 將果斷出手 警告意味十分濃厚 記者李宗光陽七號 北京採訪報導 大陸道